Hello,大家好,我是Aros 住在新加坡的一個香港女生 看之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TikTok 和全民Party 隨著社區病例逐漸減少 另外宿舍疫情的情況也穩定 新加坡也會按照原本的計劃 在6月1日結出Sharky Breaker 但避免會再次疫情大爆發 新加坡是不會一次過放鬆的 所以它會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主要是 恢復風險較低的經濟活動 例如部分醫療服務 新加坡也呼籲人民盡量不要外出 另外一些高風險的活動 例如零售業 和娛樂場所 暫時不會開設 學生也會分批 回學校上課 部分醫療服務 開啟了 例如有牙醫 專科門診 中醫也可以進行針灸 新加坡表示 需要兩個潛伏期限 去評估放鬆之後的影響 再考慮下一步怎樣做 所以第一階段 的時間是4至6個星期 所以4至6個星期之後 可以出去 跟朋友吃飯 聊聊天 去朋友家開派對 謝謝 謝謝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 也明白人民应该感到很失望 因为人民也很想快些结束 然后可以自由出入 进行社交活动 就是约朋友吃饭 聊天 做啥都可以 所以希望快点解封 我就不用整天在家里 对着镜头说话 可以出去拍多些视频 但其实我也明白 嗯 都是会听新加坡政府说话 打局为重 部长也呼吁人民保持耐性 继续遵守秩序 尽量不要出街 也向人民解释 如果太快松懈 就会有再次爆发的风险 因为韩国和德国等国家 在放宽期限之后 出现病例的情况再次上升 新加坡也强调 第一阶段中 社区病例激增的风险仍然存在 随着更多活动恢复之后 新病例也可能会增加 唯有当社区传播率 维持在低水平的情况下 宿舍的情况也稳定 新加坡才会考虑进行第二阶段 而第二阶段属于过渡期 历时应该要几个月 新加坡也解释 但当局是会考虑在第二阶段的前期 或者可能会批准小组聚会 堂食等等的社交活动 零售商店和体育设施 都有可能巡开 但是就会限人数 至于风险较高的活动 例如娱乐场所的活动 旅游景点等等 就会留在第二阶段的后期 再做评估 看看可以何时开放 第二阶段结束之后 就会进入第三阶段 但是不代表 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 新加坡也指出 当第三阶段正在进行 即是很多活动都可以 如期进行的时候 也会有新的管控措施和限制 无论去剧院 电影院 宗教场所 K房 等等的场地 都会限人数 也会有安全距离的措施 一些基本的防御措施 也会保留 例如保持个人卫生 和戴口罩 新加坡也解释 第三阶段 会是持续的长期方案 直至找到新冠病毒的疫苗 或者治疗的方法 新冠疫情 在全球都迅速恶化 很多国家 或者地区 都采取封锁措施 来控制疫情 来控制疫情 当然 新加坡也无法避免 除了封锁措施去控制疫情之外 当中 口罩都很重要 根据网上的资料 新加坡某个局长指出 新加坡也无法生产口罩 因为新加坡是没有绵羊的 因此 就无法提供棉花去做口罩 其实棉花的棉 和棉羊的棉 是同音 但是不同字 即是棉羊的棉 是窍施边的 而棉花的棉 是木字边的 你就不可以怪新加坡某个局长 因为新加坡政府 是承认四种语言 而新加坡的通用语 就是英文 如果说英文 就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当讲到中文 中文就真的很复杂 所以某部份的新加坡人 的而且确是不懂得看中文 甚至是不懂得讲中文 咦? 不是喔 部长当然是用英文说的 不是喔 以我所知 棉花叫coton C-O-T-T-T-O-N 以羊毛应该是WOOD W-O-O-L 读音差很远 那是羊毛应该是 不妥忧并不懂的 尽规定 用来小腿 几次 读音叶 尽规定 用来小腿 一定是用的 不妙 究竟LAMB和SHEEP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你知道有什麼分別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部長也有指出他用過羊毛口罩 我也有用過的 在那些落雪的地方 我也會用 今集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 以及分享到裡面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還會被刪出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